狗狗只要一听到放屁的声音 就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在房间里东躲西藏 这是什么奇怪的现象 狗狗是真的害怕放屁 还是其中另有原因 听说这件事后 沈云祖立马来到主人家打算情况 一开门 主人公胡椒就好奇地探出头张望 刚开始胡椒还很拘谨 但一秒后 他自己也除了武装 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 暴风撒娇的小家伙非常喜欢人 一看到有人到家里来玩 立马高兴地四仰八叉 魅力之拉满的他是迷你选大犬 今年已经六岁了 一家三口和温顺的狗狗幸福生活在一起 无论去哪都很和谐 因为胡椒不仅长得可爱 还有聪明的小脑瓜 坐下趴下还有等待教育都做得不错 甚至还会配合主人玩枪战 玩游戏也非常投入 各种技能都是满分 还和主人默契十足 这样的狗狗不是天使是什么 这样的狗狗到底有什么问题 需要训犬师来帮忙呢 女主人把游戏布垫放在地板上时 突然崩了一个屁 扑的响声 把胡椒吓得魂飞魄散 他头也不回地钻进了角落 放屁是生理现象 虽然声音大了点有点尴尬 但是也不至于这么嫌弃吧 主人好言相劝 但胡椒还是很害怕 夹着尾巴逃走了 这还是大家头一次见到 嫌弃主人放屁的狗狗 而且狗狗嫌弃得很直接 头也不回就走 要过好一会儿 才会重新和主人交好 不确定狗狗是否是因为放屁的声音被吓到 所以制作组摆出了放屁道具来确认 一听到扑的声音 胡椒就像湿了魂一样 到处乱窜坐立不安 刚在这边坐下 就要逃往另一边 制作组再次发出响声 这下胡椒彻底吓坏了 魂飞魄散地在屋子里上演灵魂大出逃 狗狗为什么会害怕放屁的声音 大家家里的狗狗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到底问题出在哪 不过他们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呢 女主人说 胡椒对放屁声一直很敏感 只要听到声响 就会吓得浑身发抖 而且只是用嘴巴发出扑扑的声音 他也会闹翻天 抽着女主人示范了一下 好不容易恢复情绪的胡椒 正全神贯注地和他玩闹 但只是听到他嘴里发出的噗的一声 就吓得像风一样消失了 胡椒逃窜的时候姿势非常低 耳朵也是向后翻折的 还会忙着找角落藏起来 有时候 害怕的他会藏在角落里很长时间都不动 试坏狗制作组之前 遇到过很多对周围的声音 有敏感反应的狗狗 难道胡椒也是 这声音敏感的狗子吗 为了了解胡椒的情况 大家开始做声音实验 给他听了一般伴侣犬会讨厌的日常声音 比如扫地鸡的声音 还有拉窗帘的声音 但他都没有反应 就连行李箱滚轮的声音 他都能统统无视 可偏偏他对啪的声音非常敏感 这种情况让人哭笑不得 但到现在好几年过去 主人家一就找不到问题的关键 胡椒从一岁开始 就对放屁声音很敏感 类似的声音他也会很害怕 例如 几番茄酱或是蛋黄酱之类的酱汁 或者 挤腰水瓶漏气的声音 只要他听到 就久久不能平静 但无法知道准确原因 让夫妇俩很郁闷 在玩耍的时候 女主人突然离开去了阳台 一问原因 竟然是去放屁 因为无法在胡椒面前放心的放屁 所以只能去阳台 这番操作 真是惊掉大家的下巴 为了狗狗做到这份上 他们也真是不容易 胡椒对放屁声音很敏感 有时候东淘西窜 会不小心伤到自己 一整天都在到处撞 身体难免磕碰 有时会撞得很厉害 而他们连拦住的机会都没有 至此 放屁就成为了家里的禁止选项 可除了放屁 连陪三岁孩子吹气球 都成了难题 因为气球漏气的声音 和放屁声相似 只要听到气球漏气 胡椒就被吓得东淘西窜 气球爆炸 更是重量级的声音 而胡椒吓得躲在角落不知所措 被吓得的时候 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一头就撞在了墙上 在内屋都能听到砰的一声 幸运的是 胡椒暂时没有撞出伤口 可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到底会怎样还很难说 这时大家才知道 原来胡椒看不见 他是视觉障碍权 去年才被诊断出 视网膜萎缩症 一点光都无法分辨 基本可以确定是失明了 医生说是遗传疾病 没有治疗方法 才六岁 就无法再看到美丽的世界 这让主人们非常心痛和愧疚 因为看不见 所以胡椒害怕逃走的时候 总是乱撞 逃跑过程中 他弄断过脚指甲 有一次 提后小指几乎断到了最后 受了很严重的伤 为了照顾市民的胡椒 一家人想尽了办法 在房间各个角落 都装上了柔软的墙角胡条 生怕胡椒会撞到边角上弄伤自己 比起让胡椒受伤 他们更愿意多花点时间和心思 为他做好防护工作 那么像胡椒这样的狗狗 该怎么带去散步呢 当天下午 女主人就带着胡椒出去散步了 胡椒身上带了一个环 这个奇怪的小环 是防止他去树下做标记事 撞到树才特意淡上了 对缓和冲击很有效果 因为以前 胡椒就手忙脚乱撞到树上过 而且散步过程中 女主人要不停说话 让胡椒知道他还在 不然狗狗 都非常伤心紧张 只要女主人一直在说话 胡椒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跟着他 跑步也不成问题 有这样善良细心的主人 狗狗真的不需要 怕什么困难了吧 当天晚上 乐乐一天的主人们 哄完孩子就睡觉了 胡椒也跳上床 跟着他们一起睡 可睡着之后 胡椒被突如其来放屁的声音 吓得急忙钻了出来 而后回到了自己的窝 主人也很委屈 这是自然无法调节的生理现象 更何况是睡着了之后出现的 该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两位主人都知道 控制放屁是最优解 可就怕这种无法调节的情况 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每到这时候 都必须呼唤那个男人的名字了 薛老师能找到这个问题的解法吗 薛老师进门的时候 胡椒照样很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稍后薛老师一眼就看到了 放在墙角的净水系 水没有味道 所以胡椒只能听声音找 而流动的水给了胡椒信号 针对着了眼睛看不见的狗狗 就得用用有声音的净水系 看日常视频的时候 薛老师哭笑不得 胡椒的状况很让人担忧 可以看出 他相当害怕放屁的声音 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危险 但因为被吓到了 所以走的时候一直都很紧张 还走得很大步 这种情况很怕遇到障碍物 见女主人端庄地去阳台放屁 薛老师再也忍不住小出声了 晚上 夫妇俩在吃饭的时候 男主人不小心漏了一个屁 胡椒当场被吓到 但稍后 他还扭过头来闻味道 这是出于他的好奇心 难道是因为放屁味道 才会反应更敏感吗 对此 薛老师给予了否定 绝对不是味道滋长了恐惧 因为 一般几乎没有讨厌这种味道的狗狗 和人不同 狗狗比较喜欢这种味道 就像狗狗去牛农场 会兴奋地在地上打滚一样 薛老师难为情地 问出了比较关键的问题 你们俩谁放屁最多 男主人笑而不答 大家都有数了 薛老师解释 胡椒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 就很讨厌放屁声 其中一种理由是气压会变 用紫外线摄像机 看过放屁的话 就会很直观了 动物比人 更能明显感受到气压的变化 但具体是为什么讨厌放屁 说实话 薛老师也不知道 就像大家很难说明白 为什么讨厌挠铁板的声音一样 狗狗会从特定的频率里 感受到不一样的感情 但放屁这种 单发现爆开的声音 人巧合的 成了胡椒最讨厌的声音 狗的听觉 会比人发达10到15倍 人类听起来还行的声音 在他们耳朵里 可能像炸弹爆炸 失去了视力以后 胡椒的听觉变得更敏锐了 所以 相比其他狗狗会更害怕一些 分析了基本情况后 薛老师开始设定教育方案 一部就是 声音迟动化教育 让胡椒穿上压力服和头盘 为他缓和冲击 就算做好完全准备了 随后 薛老师让摄影师在房间里 轻轻地给气球放气 模拟放屁的声音 声音很轻 胡椒听到声音 只是脑袋稍微转了过去 薛老师立即喂了一口零食 稍后 不断增强声音 胡椒的反应都还不错 薛老师让小哥到客厅来尝试 这次距离更近 声音更响亮 但胡椒还是很配合 而且 脸上没有露出不安的样子 之后 薛老师再让小哥弄得像一点 胡椒只是抬头找了一下 但还是原地不动 于是 薛老师又给他背了零食 第三阶段 薛老师用嘴巴发出扑扑声 胡椒的反应 开始不那么淡定 第二次尝试 胡椒被吓得手忙脚乱 要振脱出主人的怀抱 就算用了玩具 分散他的注意力 结果还是一样 背吓得魂飞破散 薛老师当即把声音调低 用更小的声音刺激胡椒 多次反复 目的是让胡椒 对放屁声音有好的记忆 只要有放屁的声音 就会用到零食 先从小声响开始刺激 之后 慢慢提升难度 要想完全适应这一点 恐怕至少要半年时间 薛老师这时才注意到 这会人家几乎没有门 只有柔软的门帘隔开 主人说 这都是担心狗狗撞到 而可能出现意外的地方 他们都用户条包过了 薛老师很欣慰 胡椒真的遇到了不错的主人 不过 还有一个提议 就是不要给胡椒刮胡子 视觉障碍犬最好留胡子 因为 胡子能帮助他传达感觉 胡子越长 胡椒就越能更快感知 前方的障碍物 相当于 让他有了第二触觉 于主用喷瓶 在家具上喷洒香水 帮助胡椒区分障碍物 也是不错的做法 但香水挥发 空气中的浓度不一样 也会让狗狗困扰 所以 最好的办法是 在很重要的地方贴贴纸 薛老师用了三种精油做的贴纸 分别摆在安全和危险 以及通道的地方 只用一到两周 胡椒就能适应这个味道 能通过香气分辨空间 当然 他提醒主人 每次抱了狗狗后 要把他放在同一个位置 这样更方便他定位自己 适应环境也会更快一些 看过主人的所有行动后 薛老师大被震撼 他曾经也有一只视觉障碍狗狗 但他没有做到 这对夫妻这样的耐心和细心 在他们俩的呵护下 胡椒 能像正常的狗狗一样生活散步 这都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但薛老师带来了更好用的工具 狗狗用的防护面罩 因为头环太大 会影响到胡椒闻味道 但更小的面罩不会 一开始胡椒还不适应面罩 渐渐的就开始习惯了 三步也可以自信的拖析好 当然这都是狗狗自身 和爱他的主人们的功劳 希望他们一家 能一直幸福的生活下去